讓我們歡迎 珮琪 歡迎 嗨 妳好 大家好 年輕好可憐 嗨喔 而且還就這樣的唇樸 嗨 23歲 23歲 我到底要叫他們幹嘛 我就會捨不得 你說剛剛那個詠欣還有要老鼠要的 對啊 還要 抓蛇 還要抓蛇 對啊 還有蜂窩什麼的 被捨不得耶 他才大你女兒沒幾歲耶對不對 對啊 而且如果那種夏天颱風來 還要叫里長去清水溝 對 清水溝是里長的事情 對 現在就有了 對 為什麼要參選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從小到大都在敦河裡這邊 然後我自己大學的時候有去實習 就去台中做一些餐飲業 或者是業務的實習工作這樣子 然後但是每週放假都會回家 覺得說我們自己家鄉也很好 為什麼青年都外移 那會想要說回鄉改變城鄉差距 再加上我們今年的里長不選了 知道一些候選人想出來 但是沒有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 好像已經變成候選人了 那候選人的年紀跟你都差不多嗎 因為不是有四位嗎 對 有四位 我二十三歲女生 四位都前配級嗎對不對 其他三位都是男生 然後四十五歲六十七跟七十 哇 那很厲害 對 對 都可以當我阿公了 真的 來 請坐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全世界最大的銅製財神野廟 在我們的敦河裡的敦河宮 好厲害 這幾層 一百六十二尺 全部是銅鑄造出來的 金銅製造 對 對 好酷喔 所以這邊很多人都會慕名而去嗎 對 很多人會來這邊參拜 那他常常有的著名活動就是財神野的誕辰 在農曆的3月15號跟過年的時候 那平時也可以來這邊就是拿發財金 對 可以試看看 也可以來看我 對 對 對 那我們除了財神野之外 我們還有一間很有名的麻吉店 對 那今天剛好有帶來的大家來享用 有吃就加分有沒有 真的有吃就加分 那我們的那個 第一間的拉麵店呢 對 拉麵 我們跟麻吉是用那個圓糯米去製作的 那它是沒有參加額外的防腐劑 所以它一批就只有兩天的奇效 它裡面的花生是上顆粒的耶 它是花生米口味 滿滿的花生 對 那只有我們草臀的麻吉是有做長條形狀的 這邊 對 那我們就會 對 然後我們就會說那個 那個是招牌口味 裡面就是紅豆 芝麻跟花生粉 對 那我們就會說那個是金條 然後原則就是金幣這樣子 然後會買麻吉 因為麻吉我們有一句台語叫做 麻吉會黏錢 所以拿麻吉可以去拜我們的柴生爺 去黏他的錢 對 好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師傅 對 里長的品味 對 其實我的穿著很好看 就是簡單簡約就好了 然後我喜歡一些 奧豆的活動 就是登山 然後露營 然後塑溪之類的 對 所以以前南投有什麼厲害的山好了 南投超多山 南投超多山啊 和環山就好幾座 和環山那邊都幾座 對 然後喜來南瓜 對 然後阿里山 其實很多山都在南投的都會 因為那邊騎腳踏者也很棒 綠樂壇 武林都很棒 對 武林真的是風景很漂亮 很值得一來 你是一直都住在這個敦河裡 對 南投超村 你的勢力範圍就是在那個廟那邊 財神廟那邊 對 其實我們里很大 我們里人口有7600 範圍很大 那你要管很多人耶 對 所以有1000多人的 2000人的到7600 最多人嗎 最大的里 9000 智霖是9000 對 不管是多少人 領的薪水都一樣 一樣 他們已經討論過了 這是一個 對 他剛剛一樣有一點點 所以 妹姐要找那個里名少的去 對 因為人多了 對 很累耶 人多事就多 妹妹格格很多 接下來呢 南投草屯的這個 敦河里 這個里長 剛剛一進來我們就想說他誰啊 對 變得一個人 真的 天啊 很時尚耶 我們來看看 佩琪 全新的人 他真的是誰我也不知道 差很多 跟我剛剛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其實 我幫佩琪打造的這個look 我覺得就是要讓他們四個女生 在今天就是立刻出道 變成一個女王 因為大家有發現 他們全部都是米色調的 對 那這一次我幫佩琪打造的也是 米色調的一個基底 對 然後是用大地色調的這個斗篷呢 去做一個層次出來 對 但是我們要走得比較親民嘛 然後大家會喜歡 其實我覺得珍織衫啊 這種很舒服的感覺 很暖的感覺 很適合 然後還有顏色是屬於比較 大地色啊 或者是黑白灰這種無色彩的 我覺得比較好接近 另外的話 我也幫他換上了一個珍織的短裙 對 因為大家都有露腿嘛 那我覺得他的條件很好 我覺得露這一塊 所謂的絕對領域 對 真的是 應該會拉近 蠻多人的距離吧 我覺得會啦 對啊 那偶爾你可以這樣穿 那另外的話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了一些米色調 那你要好親近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比較正式的 一些場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西裝外套這樣 成套穿其實也蠻好的 但是因為顏色比較輕 所以他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好親近的一些單品 對 那如果你在疊穿 你也可以疊穿這個斗篷 對 也是用大地色調的方式去呈現 我覺得也蠻棒的 再來的話我覺得 佩琪的休閒 我覺得也可以是這種 對 帥 因為毛毛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很 很想保護他的這種感覺 對 但是搭配了這個 短裙又不太一樣了 就是有辣度 然後又有年輕度 然後我覺得這討喜度其實也很好 對 或者是像是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的 對 一樣是針織 然後配襯衫加短裙的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去加上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 今天換了一個 更帥氣的靴子 這樣子的靴子的組合 其實也會年輕度增加 對 像這樣子的靴款 跟這個靴款 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比較女人味一點點 然後這就比較個性一點點 我相信這應該是 比較你的個性吧 對 平常的時候 但是偶爾你也可以換成 是尖頭高跟的 對 另外呢 我覺得也可以推薦 像這個 有時候黑色的皮衣 什麼事 有時候真的要 喬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單品 去做變化 對 其實真的可以 因為黑色比較 你知道嗎 就是 嚴肅 嚴肅 比較嚴肅 對 然後還有就是西裝的版型 然後再加上它又是皮革 對 就會讓人家覺得比較 有霸氣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全黑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這個 什麼 李明吵架的時候 李明吵架就出來 對 我底下的這一件長褲 它其實是一件紗 對 它穿在裡面 它還可以微微地露腿 稍微地帶一點點性感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有一點點心機 還可以搭小背心 辣的這種 你喬什麼事 搭的方式 好喬 這個 如果說 你要喬事情 當然一件襯衫 對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 那我皮衣就沒有辦法 其他的場合放 當然也可以 你就是裡面加一件 這個背心 然後甚至我把長褲換掉 換成剛剛的那個 短裙 短裙 性感 就是現在年輕的梅亞 很喜歡穿的 對 這樣子的風 就是投資一個皮夾克 皮夾克 然後你可以有好幾種搭法 對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一件 Oversize的話 你想要讓下半身失蹤 你可以直接扣起來 然後加一條腰帶在這裡 在外面 繫起來 放在外套外面 對 就好像洋裝的穿搭方式 對 雖然說 一件很酷的西裝 你可以談事情看 你可以喬事情 甚至你也可以約會 沛淇換上老師搭配的服裝 變得時尚又有女人味 整個人好有自信 真的可以原地出道了 2023年新年快樂 我是唐淇洋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年運勢如何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的YouTube頻道 帶你掌握個性做運勢喔